据悉,在前不久收官的某电视剧中,主人公想在骨灰盒中寻找线索,墙上贴满了逝者的遗像。 在要找的骨灰排位右边,镜头虽然一扫而过,但仍有网友发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,疑似赵本山的照片。 10月31日,赵本山的女儿赵家轩在微博发文回应,赵本山照片被当一项仪式。 他在正文写道,言于律己宽以待人,是父亲的生活态度,认真对待每一个细节,是父亲对作品的态度。 对于发生在父亲身上的这样的疏忽,我却多少还是愤愤不平。 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